今天从桃园机场来出发 女子拳击好手黄晓文 台湾蝶王拥有好手黄冠侯等选手 整装待发誓言要夺牌真光 选手们大包小包带着行李 也带着紧张的心情 杭州亚运代表队这次由游泳队 拳击队电竞网球等选手领军 到专属的报道柜台报道 从桃园机场出发 100分 拳击女将陈彦琴 黄晓文 陆续抵达现场 陈恬琴坦言首次参加亚运相当亢奋 而本次肩负首要夺牌重任 有着台湾蝶王封号的王冠宏 今年八月世大运以0.03秒之差 五元金牌 但这次杭州亚运的目标也非常明确 这次目标就是200公尺碟式可以拿牌 今年成都世大运200混合式摘下银牌的游泳选手 王兴浩同样也利品夺牌 自己的期许就是亚运A标 就比较希望就是可以当明年的参赛成绩 另外在亚运多次夺牌的网球好手詹佳姐妹 同样也带着要为台湾夺下奖牌的心 前进杭州亚运 也是很荣幸能够为中华队 然后打到第五次的亚运 当然也是希望自己能够尽最大的能力 然后再为中华队再夺更多的奖牌 学生们也陆陆续续 出发大陆杭州备战 将展现最好实力 为台湾夺下奖牌 中华队 记者刘志展李廷熙桃园采访报道